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朋友荣在美甲店里做支架 中间进来一个电话 因为不方便接听 荣按了免提 电话那端传来一段低沉的南中音 南方说 喂 你在哪儿呢 荣说 我在做支架 哦 那一会儿有什么安排吗 没有啊 坐完回家了 那麻烦你帮我把衣架上的两件泥子大衣送去干洗吧 下周出差我应该会用到 是一件深蓝色和一件咖色的吗 嗯 我知道了 那辛苦你了 没事儿先挂了 店里的小妹好奇 忍不住问荣 这是谁啊 你男朋友吧 荣说 哪是什么男朋友啊 这是我老公啊 都结婚十年了 小妹大惊 十年 可据我所知 身边的老夫老妻们对这类家事 不应该是拿起电话就说 喂 你在哪儿 快点把我衣服送去洗了 急等着用之类的 荣笑着解释说 先生在生活中就是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 从认识他起 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其他人 一律是谦逊有理的态度 不仅他如此 他家里人也这样 荣说 刚开始跟他家人打交道也有点不习惯 你帮他们随手买点水果 收拾家务 做个小菜 他们会说 谢谢你哦 麻烦你啦 辛苦你啦 后来慢慢发现 他们这样说话并不是跟你客气 拿你当外人 而是就这样的语言习惯 不仅是对儿媳 对儿子 包括对自己的孙子 都是这样 嫁给一个说话温和的男人和家庭 荣说 日子久了 倒也发现其好处来 第一 是自己的性格在发生变化 以前脾气火爆 现在待人接物平和多了 连他自己家人都说 现在和他说话明显比以前顺畅舒服 第二 是和老公基本吵不起来 家里的那些问题 有什么是不能好好说话解决的呢 第三 是儿子在这样的家庭下长大 性格阳光活泼 健康开朗 他现在说话小绅士饭十足 在人群中从不畏生 也懂得照顾别人 这点很令家人欣慰 懂得好好说话的家庭 的确幸福感更强 而那些不幸的家庭 日复一日的争吵和矛盾 多半也是由不好好说话开始的 本来丈夫只是想让妻子关一盏灯 调节一下眼睛的疲劳度 却一开口说成 你开那么多灯干嘛 不浪费电 就不知道考虑下别人 本来妻子只是想提醒丈夫外面下雨了 尽快收衣服 一个电话打过去 却成了质问 你在干嘛 外面下雨都不知道 真不想事 本来丈夫只是想建议妻子 这条路上执行更安全 话到嘴边却成 怎么随便便道 不要命了吗 账上责任都是你的 你付得起吗 本来母亲只是批评儿子 考试可以更加认真和仔细 一张嘴成了 你这眼睛干嘛用的 跟你爹一样瞎 显而易见 同样的语意以礼貌 温和 留有余地 为对方设想的方式说出来 收获的是另一方的感激 体贴 关怀和实际行动 而同样的语意以简单粗暴 上纲上线 指桑骂怀 甚至人身攻击的方式说出来 收获的则是对方的暴跳如雷 火线升级和拒步行动 不仅是夫妻之间 后者也更容易与外人发生是非口诀 去年 骇人听闻的武昌火车站砍头事件 其因只是一碗面 涨了一块钱 而如果店老板换一种平和的口吻 说 说 对不起 春节开始因为原材料上涨 我这儿也加价一元钱 还没来得及改动标牌 请您理解 多半就会相安无事 可事实是 这老板盛气凌人地说 我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吃不起别吃 给老子滚 结果遇上了同样脾气暴力和性格偏执的吃客 却不想丢了性命 不仅是成人之间 未成年的世界里也是同样 因为家有小娃 我特别关注过多起校园霸凌案 诚然 这些施暴的孩子多半性格有问题 但那些看似偶然被施暴者选中的不幸孩子 却有着惊人的共性 他们多半行为怪异或举止另类 落单者最容易被攻击 要么怯懦胆小或自卑孤僻 比如与父母完全零沟通 要么太过强势或者太过软弱 要么不会说话 要么一说话反而引爆对方 对家人好好说话 受益的不仅是夫妻双方 更是自己未成年的孩子 我的好朋友妙妙 从小出生在一个经常争吵的家庭 因此成年后的她 情绪依然特别敏感 她说自有记忆以来 父母虽然相爱 但几乎从没停止过吵架 怒吼 冷战 甩头而去的戏码经常上演 一言不合就翻脸 有时候上一秒觉得很温馨 下一秒立刻风云突变 所以她的性格特别脆弱 一直端着小心 察言观色 活得战战兢兢 生怕一个不注意 跌落万丈深渊 并且长大后的她 说话方式也似乎复制了家人的模式 明明是友好的氛围 内心里是善意的想法 可话到嘴边就换了一种说出的方式 引得周围人败幸散去 结婚后的她 和先生常常发生口诀 某次和先生大闹 看到女儿在旁边下的抽气 她突然记起自己小时候的痛苦回忆 于是下定决心 以绝对的清醒和克制 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 不让女儿重蹈覆辙 幸运的是 不仅她和先生的关系得到改善 女儿如今也一天天明媚开朗起来 甚至连仪态也比以前更大方得体 我们的语言似乎在暗示着肢体语言 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围的环境 当说话文明有理 肢体语言也跟着优雅讲究起来 做人处事更加圆融 周到 也更容易得到周边的正面反馈 而当说话粗俗暴力 肢体语言也跟着嚣张跋扈 做人处事更加乖张偏执 也更容易陷入周边的负能量中 一个人的语言和行为习惯 多半成长于家庭 好好和家人说话 究竟有多重要 一个家庭里 大人的争吵 无论谁赢 输掉的总是孩子 而大人的通达 哪怕表面不争 真正赢的 总是这个家 相聚的世界 也许不算多 只有短短一刻 却能在人身满满的旅途 画下彩虹颜色 手心的温暖 也许不算多 只有这么一刻 却能在这样寒冷的夜晚 化作星星闪烁 我们都曾迷惑 也曾陷入沼泽 还好有你借我的阳光 让希望都降落 总有一些梦 想对你诉说 等美梦成真的时候 你陪在我左右 让我们仰望 天空多辽阔 多一刻温暖 在你我的手中 我可以停在我 也温暖 相聚的时间也许不算多 只有短短一刻 却能在人生满满的旅途 画下彩虹颜色 手心的温暖也许不算多 只有这么一刻 却能在这样寒冷的夜晚 化作星星闪烁 我们都曾迷惑 也曾陷入沼泽 还好有你借我的阳光 让希望都降落 总有一些梦 想对你诉说 等美梦成真的时候 你陪在我左右 让我们仰望 天空多雕刻 多一刻温暖 在你我的手中 总有一些梦 想对你诉说 当美梦成真的时候 你陪在我左右 当美梦成真的时候 让我的阳光 天空多雕刻 多一刻温暖 在你我的手中 在你我的手中 多一刻温暖 在你我的手中 天空多一刻温暖 手中的温暖 也许不算多 只有这么一刻温暖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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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ира 呀 呀 呀